在房地产行业中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 是什么事呢 最近爆出恒大负债2万亿的新闻 他的老板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人 他就是恒大的创始人许家印 为什么这里说恒大不卖了呢 他不卖恒大的什么东西呢 许家印还之前和恒生创展谈好合约 但临时出尔反尔 那这个合约的内容是关于什么呢 他出尔反尔的这个原因还不得而知 网友们还讨论是不是许家印 又找到了新的套现方法 那他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们很是好奇呀 对于许家印出尔反尔这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和意见 可以在评论区写下来 恒大集团是由许家印创建的 20多年以来 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 炒房很快成为了一种潮流 恒大集团加快扩张方式 旗下产业除了房地产以外 还包括金融健康体育等 为此他也一举成为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曾经还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 在全球500强企业中排名152位 这表示恒大在国际上 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而许家印也在2017年 以2900亿元的资产 获得全国首富之称 在恒大2万亿负债的新闻曝光后 开始网友们以为国家 会出手帮助恒大度过这次危机 如果恒大真的因为这次危机破产的话 那么全国那么多贷款购买恒大房产的百姓 应该怎么办 那些还在建设中的恒大楼盘 应该怎么办 这样可能牵连到百姓们 因为完全凭借恒大自身的情况 是无法度过这次危机的 可是人们观望一段时间后 国家好像并不打算出手 恒大现在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和集团内部的管理也有很大关系 为此许家印还多次跑去北京 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许家印凭借个人资产 完全可以去国外过逍遥日子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呢 一是因为恒大是他一手创办 可能心中会有不舍 二是为了两个儿子今后的发展 他也不可能将此事置之身外 许家印为了缓解恒大这次的危机 他决定和恒生创展集团进行交易 他将集团旗下的产业 恒大物业其中51%的股份 以200亿港币卖给恒生创展集团 200亿港币折合成人民币 大概在164亿左右 在经过双方对次交谈后 最终他们达成合作 可是在签订合约当天 恒大的签约人员并没有如期到场 虽说200亿港币对于负债数目来说 并不算什么 但是这笔资金可以交付银行几天的利息 也算是让集团清还一口气 那为什么许家印会出尔反尔呢 双方是因为什么原因 导致这次交易终止呢 这其中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这个我们目前不清楚 对于这次交易的失败 双方都发出声明 但都是各执一词 让网友们不知相信哪一方 和声创展集团这边表示 恒大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派签约人员过来签约 导致交易终止 但要求恒大按照之前的合约里商定好的条款进行赔偿 之前他们双方达成的协议中有一条内容上说 如果单方面提出违约 将要支付10亿元的违约金 相当于许家印临时变卦 让恒大又多背上10亿元的债务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他作为一个商人 怎么可能让自己吃这样的亏 但是在恒大的最新声明中提出 他们之所以会终止这样的交易 是因为和声创展集团 不符合收购恒大物业股份的条件 所以他们没有去进行签约 但是在这之前 恒大并没有通知和声创展集团终止交易 而是在交易当天直接没去 面对这样的情况 网友们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 就是许家印不再出售恒大物业的股份了 这个原因什么现在暂时还不知道 不过按理来说 许家印作为劣势方 自己的集团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他为什么不能妥协一点呢 毕竟现在恒大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没有资金进入 恒大只会是死路一条 再之后也有相关的专家进行了分析 他们也总结出了几点原因 首先 许家印可能觉得和声创展集团 给出的价格太低了 他觉得划不来 因为在这之前恒大物业的市值高达470多亿港币 可现在和声创展集团200亿港币就想买走恒大物业51%的股份 虽说这次恒大集团的危机可能对恒大物业产生了一些影响 但是恒大物业一半多的股份应该也不止200多亿港币 这是不是给的太少了呢 他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出价更高的买家 这也证实了我们的第二点 许家印在当时交易双方前几天 许家印可能找到出价更高的买家 所以他就临时在交易当天毁约 而且出价的对方应该要高于和声创展集团2310亿港币 如果只高出一小部分 就完全没有必要毁约 因为恒大还面临10亿元的违约境 但是除了和声创展集团 又有哪个房地产公司能接受吗 除非是许家印听到国家要出手的消息 但是当时等了那么久 也没有见国家出手帮助恒大 那国家真的会帮助恒大吗 第三个原因是他们从和声创展集团发布的声明中得知 双方在付款的方式上可能存在一些争议 和声创展想先将资金打入恒大物业的账户上 然后再将资金赚入恒大账户上 但是许家印想快点拿到这笔资金 要和声创展先将资金打入恒大 如果先将资金打入恒大的账户上 就意味着恒大物业在这期前的亏损将由和声创展全部承担 和声创展怎么可能白白承担这一部分的亏损呢 他还希望自己可以在这期中多获得一些利润 这以上三点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网友们还提出一些其他的原因 他们纷纷猜测许家印是不是找到新的套现方法 如果这次违约的是和声创展 那么他们将承担这十个亿的违约金 那如果整的是这样的话 恒大可以白白得到这十亿的违约金 那如果真的完成这十亿的资金转入 许家印就不费吹灰之力就赚得十亿 到后续许家印肯定还会有新的动作